白天的時候我們去加護病房 那感覺好像還維持住狀況 那半夜的時候醫生跟我們講說 媽媽應該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半夜去處理掉 處理這些事情之後呢 當天的白天我要去彩排 晚上我就研究謝謝大家收看 我就把感情放在舞台劇上 所以剛好那個舞台劇 是演偉東哥的故事 那偉東哥在講到他爸爸 那時候進去急診室的時候 我講那段台詞我就想起我媽媽 就身類俊相 不過好像上個禮拜突然請假沒有錄 那個老太太那個 他是幾歲 86 他那個感染 那個白雪球 身上白雪球過高 感染源沒有辦法去除 然後最後就敗血症 然後心臟衰竭 過失 對 這次住院 不過兩個禮拜而已 那感覺很突然 對很突然 因為開了刀 開了刀狀況又不錯 結果第二天又急轉直下 我覺得是身體的肌軟 器官已經腹後面了 心臟衰竹 其實他是截肢啦 因為糖尿病他有個傷口 傷口一直沒有好 他就一直感染白雪球 醫生就說那先把他截肢 那截肢完 手術出來都很好 有說有消 那我也覺得說放心啦 結果沒想到另外又 肚子裡面又有一些 什麼膽結石 那邊又是感染源的阿姨 可是又要開刀 又發現他的歲數太高了 不移動刀 但是不動刀 他有可能身體上面的細菌 越來越多 又會白雪症 所以我們還是讓他動了刀 但是動了刀之後呢 就發現他的血壓非常的低 就是心臟複合過 那我又剛好要演出那個 謝謝大家收看我來劇 那我覺得媽媽媽媽媽還蠻貼心的 就是白天的時候 我們去加護病房 那感覺好像還維持住狀況 那半夜的時候 醫生跟我講說 媽媽應該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半夜去處理掉 處理這些事情之後呢 當天 在白天我要去彩排 晚上我就演出 謝謝大家收看 所以我就把感情放在舞台劇上面 所以 剛好那個舞台劇 是演偉東哥的故事 那偉東哥在講到他爸爸 那時候進去急診室的時候 我講那段台詞 我就想起我媽媽 很安詳 我很感謝那個禮儀化妝師啊 他把媽媽畫得好像不像86歲 像50歲左右 那媽媽自己皮膚也不錯 就不像最後關頭那個插管那樣那麼的痛苦 沒有病痛就 就這樣 離開了 對他也是好 糖尿病是大概死了好久 他其實糖尿病年輕的時候 就有 阿嬤就有 然後他就遺傳 所以我為什麼會 這麼運動 我也是希望說 如果我也會被遺傳到的話 希望他延後發病